10月15号下午 泰国流局与洋游艇俱乐部携手合作 在曼谷鲜罗伯乐宫购物中心举办 2013年第二届巴蒂亚游艇展新闻发布会 巴蒂亚洋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已成立20多年 是东南亚最大的游艇站 同时也是泰国首家达到国际标准的游艇站 巴蒂亚洋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副经理苏帕达表示 有了去年成功举办的经验 巴蒂亚洋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将在今年 继续举办2013年巴蒂亚游艇展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世界各地的高层次游客来泰国旅游 把巴蒂亚发展成为东南亚的海景旅游胜地 多特艺火星的公司 라� p一纳性主体会 ゲーム效果 有没有强制过 总之为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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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权贵的国际游艇站 国际游艇站 国际游艇站 机会 有限公司处的地区 从立场所发展开 也许建议 中英国际上美国际游艇站 それ数个地区 不过 10年的发展 我们会看到 应该出筆地区 国际游艇站 还有 人体游艇站 拼到30% 就是公司导致入和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絕對公司要體驗高的公司 客人有國際下班的復讀 全面10年之年 公司提供商徒入和公司的公司 排除公司的公司 Ocean Marina Boat Show 由于二季的季节 我希望介绍一下 因为这一期的工作是 全面的项目和隐积 和隐积的隐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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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透露在本月22号至24号举办的 2013年第二届巴提亚国际洋游艇展上 将会展出世界顶级名牌游艇 热爱水上运动的朋友们 还有机会购买到世界各地的水上运动用品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张大威 泰国曼谷报道